视频继续来关心的是 港区部长破文中在这个顶级的提示 要来讲解有教肃身比例的议题 港医市政府在19号马来申报 对民国1112行年度开始 讲有信教兴的班级 要来讲解肃身比例 幼幼班的老师和学生比例 要对一位选八位 要到一位选六位 二小班到大班 这是对一位选十五位学生 要到一位老师选十二位学生 希望可以提升到幼稚教育 和教育的评级 也希望让孩子可以收到更好的照顾 现行幼稚教育还有照顾法规定 两位选上未免三位幼稚 每班八位人以下应该要设有 一名的教育学部经养 九位人以下应该要设有 两名的教育学部经养 学生的比例是一比八 二小班中班大班 每班十位人以下应该要设有 一名的教育学部经养 16人以下应该设有 两名的教育学部经养 苏生比例一比十五 刚刚市中免费表示 为了提升幼稚教育的教育品质 也让幼稚教育更好的照顾 刚市公有率先调教育苏生比例 对一百十一行年度开始 先做新的幼幼班 苏生比例会调教育一比六 少班的苏生比例会调教育一比十一 刚市政府教育出标时 刚市虽然对一百十一行年度开始 调教育有限教育办件的苏生比例 但是为了保障不正就他幼稚的管理 其他办件以外依照到 不正幼稚教育法的规定 来配置到报告和保险管 欧生要几年来调教育的苏生比例 提升到整体的幼稚教育会计 最新新闻 丢定送王叔宣 刚一起彩虹不得 再讲吃和玩乐 探索世界 您准备好了吗 旺TV YouTube频道 带您网络漫游 深入嘉义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 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